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天气又要转变了 又会有封面来报道 而且今天台北北部地区 真的是叫做东南西北风乱乱吹 早上的时候还在吹东风 但是到了中午过后 随着封面来报道 就会改吹北风 不但带来了封面的雨 而且北风的温度也会相对比较偏低 未来的这两天的周末 它就会受到封面的影响 天气不稳定 而且温度相对偏低 可是白天的时候 今天今天上午的时候 你还会觉得晴朗炎热 我昨天中午的时候 不过就是在外面走了一分半钟 我就已经全身冒汗了 所以早上还是很热 但是到了中午过后 一变天就要注意封面报道 就要改吹北风了 所以今天北部地区多云 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高达50% 所以现在看起来晴朗非常的稳定 但是午后就要注意 降雨几率高达50% 白天的温度27到35度 中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27到34度 南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 请午后短暂雷震雨 那这个形态跟北部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今天的封面呢 还不会影响到中南部地区 跟东部地区 但是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呢 还是可能会因为呢 这个午后的对流旺盛的关系 所以容易出现午后的短暂雷震雨 南部地区降雨几率40% 白天的温度26到34度 东部地区降雨几率30% 白天的温度26到35度 澎湖地区多云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30% 白天的温度28到33度 目前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东澎湖28度 台中宜兰27度 台南跟高雄29度 花莲是26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都是下跌的 道琼公益指数下跌了130点 刷盘指数27901点 跌幅0.47% 那斯达克连续两天的跌幅 超过一个百分点 那斯达克呢 下跌了140点 刷盘指数是10910点 跌幅1.27% S&P指数下跌了28点 刷盘指数是3357点 跌幅0.84% 费城半导体下跌了1.39点 刷盘指数是2194.15点 跌幅0.06% 好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呢 那么科技类股 其实已经是连续两个交易日的下跌 而五大科技类股昨天再度的全军覆没 苹果下跌了1.6% 微软下跌了1.04% Amazon下跌了2.25% Alphabet下跌了1.66% Facebook下跌了3.3% 好所以科技类股又转弱了连续两个交易日的下跌 这一点呢 其实在市场上面的这种资金转移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另外呢 在台积电的ATR部分呢 是下跌了1.54% 可是连电跟日月光的ATR都是上涨的 连电的ATR上涨了0.93% 日月光上涨了0.24% 而中华电信则上涨了0.32% 那么另外呢 要注意的是Tesla 因为这一波呢 苹果跟Tesla引领整个市场的上涨 苹果昨天继续的拉回 Tesla也是继续的拉回 那么Tesla的股价呢 继续下跌了4.15% 好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纽约油气货价格呢 上涨了81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40.97美元 涨幅2.02% 北海布兰特原油上涨了1.08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43.30美元 涨幅2.56% 而至于在黄豆的部分 这边真的是要一再的提醒啊 就是有一些农产品的价格 最近飙升的速度是真的非常的明显的 芝加哥11月成交的 11月交割的黄豆期货呢 继续上涨了17.25美分 每普社呢是1028.50美分 涨幅1.71% 不过黄金的部分呢 则是这个拉回修正 下跌了20.60美元 每奥斯的报价是1949.90美元 跌幅1.05% 好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 那么昨天呢 其实震荡的幅度相当的大 因为昨天呢英国央行的态度 似乎未来有机会走向负利率 一度呢曾经导致英镑重挫 但没想到在今天凌晨呢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在纽约的会市当中呢 衡量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 没有升 反而是小跌了0.22个百分点 来到92.918 这里面呢欧元兑美元升值0.2% 就连最弱势的英镑都升值了 百分之0.06 澳币升值了百分之0.09 而加币升值了百分之0.12 日元升值了百分之0.3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下跌的 英国金融市报白总股价指数 下跌了28点跌幅百分之0.47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了34点 跌幅百分之0.69 德国反而克服指数下跌了47点 跌幅百分之0.36 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那今天你会看到所有的这个解释 美股下跌的原因呢 都是说美国所公布的经济数据不够理想 所以导致的美股的下跌 但事实上啊 其实这个经济数据并没有算太糟 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劳工的部分 就业市场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属于房地产市场的部分 如果就劳工市场的部分了 那么美国呢上周初次勤领事业救济金的人数呢 是86万人连续三个星期呢 他的初次勤领事业救济金的人数呢 是低于100万人的 这个数字其实跟预期差不了太多 然后呢同时呢 那么连续勤领事业救济金的人数呢 是1262万人 比前一个月的这一个 前一个礼拜的数字呢 整整减少了这个88万人 所以其实是还不错 那么可是呢市场的解读就不是如此 市场的解读呢 就认为说这经济数据还是不够好 其实他比预期好哦 但是认为还不够好 好那在这个房地产相关的数字呢 包括了新屋开工 那么还有包括了营建许可 那么虽然不如预期 确实不如预期 但是呢其实也并没有非常的糟 可是呢这些呢都使得呢 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一个股市呢 就展现了下跌 好那另外一个原因 当然就是联准会哦 联准会在这个昨天台北时间的凌晨呢 那么公布了他们最新的 这一个会议的结论 这个结论当中其实已经暗示 就未来三年之内都不会升息 会一直持续现在的零利率 一直到2023年 这真的是属于鸽派的言论 可是市场认为这个鸽派还不够 就宽松的幅度 不够不够还不够 那到底要多少才够呢 为什么会如此的解读啊 那么美国的分析师呢 认为现在呢联准会确实是持续的宽松 而且宽松延续用大白化的方式呢 告诉你说呢会延续三年以上 可是呢市场呢认为说不行 你要再印更多的钞票 或者是说呢 你必须要去购买更多的 长天期的美国的十年期的公债 或者是公司债 那么可是这个其实呢 在美国经济已经逐渐 有一些好转迹象的时候呢 这对美国联准会来讲 是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就导致了美国股市呢 其实从前一个交易日 已经是连跌两天了 这个很明显的看到 现在市场的需要的 就是大量的印钞来刺激 那么如果没有大量印钞 似乎反应就变得非常的冷淡 这就是看到 现在经济情绪上面呢 让人担心的地方 好另外呢 不只是联准会啊 包括了英国央行 还有日本央行 昨天也举行了利率决策会议 那么都维持现行的利率不变 那么也维持现行的宽松政策 就他们一个月 所要这个购买的债券的金额 是不变的 他买债就会释出资金 好所以呢 就是宽松资金 就是印钞 好那现在呢 英国呢 他维持现行的利率不变 但是他暗示说 那么因为未来的景气 还有很多的变化 所以呢 未来呢 他们会跟审慎金融监管局 那么一起合作研讨 那么研讨会商 未来利率降到零以下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英国央行现在正在严肃的讨论 未来要不要实施负利率 这个消息呢 一传出来之后呢 英镑昨天在这个市场上 一度是重扁 百分之零点八以上 不过最后呢 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纽约会市当中呢 是回到了 这个小幅度的升值 也就是美元 其实比英镑 还要来的更弱势 而日元呢 日本呢 也宣布维持现行的 负利率负 百分之零点一不变 而十年期供在 殖利率的上限呢 也维持在零附近 所以所有的这个政策呢 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因此呢 日元是升值的 好那么另外 我们看到的是 印尼还有南非呢 的央行也都维持 现行的低利率呢 不变 印尼维持在这个 百分之四的基准利率 不变 而南非的基准利率 也维持在百分之三点五 那么联准会究竟要 这个采购多少的 这一个购买多少的 市场的债券 或者是证券采购呢 好那么我们来看到 根据房市研究机构啊 那么他们所做的统计 由房贷机构 吉利美跟房贷机构 房利美 这上一次呢 在次贷危机当中 最主要的两大主角啊 那么房地美跟房利美 还有另外的房贷机构 这个吉利美呢 三家公司呢 他们所发行的 独栋房屋抵押证券 MBS呢 8月份的总金额 已经是来到了 3220亿美元 刷新了历史的新高记录 可是呢 市场上呢 购买的量还是非常的大 所以导致呢 这一些这个 抵押贷款的证券 它的殖利率反而是下滑的哦 就代表说 它的价格是往上升的哦 就买的人很多 然后买到价格 继续的往上升 为什么可以发行爆天量 价格还能够继续的往上推升 因为主要的买家 是美国联准会 美国联准会从三月宣布 无限量的购买MBS 也就是房贷抵押证券之后呢 现在那么美国联准会 所持有的MBS的量 其实已经相当的大了 那么好 接着呢 当然这就引发了 市场上对于未来 到底美国公债呢 还能不能够持续的稳定 有了很多的疑问 现在呢 既然大家风险都很高 就很多的热钱 去买进新兴市场的债券 但我要提醒 这个其实风险 真的非常的高 从三月份的时候呢 根据这个资金 基金追踪机构 EPFR Global的统计 原本在三月初的时候呢 市场上的大量的卖出 新兴市场债券 那么流出的资金 是非常非常的庞大 但是呢 到了这一个四月初之后呢 它就变成流进流出 流进流出 流进流出 但是从七月开始呢 那么就出现了资金 快速的流入新兴市场债券 已经连续十个星期 资金流入新兴市场债券 可是呢 这完全不顾说 有一些新兴市场的债务问题 非常严重 比如说包括了阿根廷等等的 好那另外呢 这美国财政部所公布的 这个他们的这个 公债持有的状况呢 七月份 中国大陆呢 连续两个月 小幅度的减持 美国公债 十亿美元 而第一大的债券国是日本 日本呢 七月份大幅度的增持 三百一十五亿美元 那要注意的就是呢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国际半导体协会啊 那它是以美国的半导体公司为主的 那么向美国喊话 说呢 如果封杀中心半导体的话呢 美国的半导体一年损失 超过五十亿美元 还要注意的是人民币的强升 人民币呢 这个升不停 人民币昨天呢 对美元的中间价 官方的中间价呢 继续升值一百五十个基点 来到六点七六七五 对一美元 再创十六个月来的新高纪录 也推升了在人民币 现在呢 包括了高盛跟东方惠里 看好未来十二个月呢 人民币可能升值到六点五 对一美元 升值的幅度相当的大 好那么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陆股的部分呢 陆股昨天呢 是涨跌互建的 这里面呢 上证指数是下跌了13点 收盘指数三二七零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四一 深圳城指则是上涨了三点九一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零三 香港恒生指数大跌了三百八四点 跌幅百分之一点五六 好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 是下跌了一百零四点 收盘指数是一万两千八百七十二点 跌幅百分之零点八 成交金额一千八百六十八亿元 主要是呢 台积电的除息行情不灵 那么不但没有填息 相反的呢 反而贴息下跌了七块钱 那么使得这个整个大盘的走势呢 变得更加的弱势 而外资呢 也从前一个交易日的大幅度买超 转为卖超 合计呢 三大法人呢 卖超达到了一百四十二亿元 那昨天呢 中央银行呢 是也举行了利率决策会议 当维持现行的利率水准不变 不过上修了今年经济成长率 为百分之一点六 那预估明年可以有百分之三点二八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三大法人